報告委員會出席委員12人已足夠法定人數 我們現在開會進行報告事項 請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主任委員林峰正等 主席管召及委員幣林 報告事項 一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決定 確定 二 處理109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 有關不當黨產出立委員會 預算凍結書面報告案即兩案 決定 以上二案均同意動之提報院會 邀請不當黨產出立委員會 主任委員就政黨及其附水組織 不當取得財產之調查 處理與追徵情形 進行專題報告並被質詢 本次會議經不當黨產出立委員會 主任委員林峰正報告 委員審發會等16人提出質詢 均經不當黨產出立委員會 主任委員林峰正及其答覆說明 另有委員林完略提出 書面質詢列入記錄刊登公報 並請相關機關令以書面答覆 決定 一 報告及綜合尋審檔完畢 二 委員質詢會及答覆部分 或要求提供這說明資料 請相關機關禁數以書面答覆 臨時提案第一案 決議 除莫具經濟措施書面報告 修改為措施及對策書面報告外 於招案通過 第二案 決議招案通過 第三案 決議 除刪除並 延以修法對其刻意協助或配合 責任之可行性等文字外 於招案通過 散會宣讀完畢 好 請問各位委員 我們上次會議事錄有無錯誤或遺漏 沒有錯誤或遺漏 我們確定 現在進行報告事項第二案 請宣讀 第二案 處理客家文會 韓宋財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 109年度預算 業務支出勞務成本之廣播計劃 凍結80萬元書面報告 請查查案 宣讀完畢 我們報告事項第二案所列 處理客家委員會 韓宋財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 109年度預算 業務支出勞務成本廣播計劃 凍結80萬元 系送書面報告時的凍之之案 那書面報告已送到我們預算就同意動之並提報院會 好 那麼我們現在繼續進行本日議程請宣讀 邀請客家文會主任委員 率同所屬列席報告業務概況並被質詢 請宣讀完畢 好 我們首先介紹列席的官員及在場的委員 我們在場的委員有羅美玲委員 林思敏委員 好 今天列席的官員 我們課委會主任委員李永德主委 還有范祖明副主委 主任秘書廖玉佩廖祖秘 另外綜合規劃處是范雪景處長 文化教育處是孫宇清處長 產業經濟處是江青松處長 傳播行銷處是廖美玲處長 客家文化發展中心何金良主任 我們秘書室的劉瓊祺主任 主技術曾幻動主任 人事處林秀美主任也都列席 那財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是 陈邦珍嗎 陈邦珍董事長 還有徐智俊總經理 另外行政主技總處預算處是 王立倩科長 他應該可以回去了嗎 因為我們預算通過了 主技處 王科長我們書面報告就動資了 所以您可以請回沒關係 跟各位委員報告 因為我們今天的動結案是 提書面報告來就可以動資 所以剛剛報告過了 我們就遵以動資 那主技處的列席同仁 我們就請他們回去辦公 謝謝 好 現在就請客委會李主委 就業務報告部分報告 好 主持人 各位委員 大家安靜 大家好 今天呢 蘇柔來到 請客家委員 請客家委員 主管的職務 判理的情形 跟各位委員報告 覺得非常勇恨 首先呢 我希望各位委員 各位一生 關心客家事務的發展 還有對客家委員 職務推動的支持 表達最高的經驗 跟感謝 大家來就請客家委員 和各位報告 同行的议员 本非持续辅助提防政府 兼职行业适用的范景 鼓励合众广告人员 提升行业的能力 老高业部 共同推动行业 神经事的高校 本行业持续 向下接近 全面养出 友善行业的范景 民众在共同场所 能够私人的讲客 赏开本土营业的先例 重建台湾客人的娱乐库 这个娱乐库 和运辉过去的两年 已经变成台湾最完整的 所有的营业里面 最完整的娱乐库 目前非常努力增加 台湾客人的署名 老求人的娱乐 提供修理学室的咨询 老娱乐检索的内容 打造行业基础的工厂 老玩山的学习的范景 另外又启动提防创成的意志计划 鼓励客人的强颜 连提创成的方案 本有创意的人材 组织这家的故乡 来为客人输入新的发力 另外又应用新的口气 将客人的传统的善业 口气发建立客家商品认真 老优质的品牌 提升客家营业的价值 发展客装创成的能量 再来就分点 分点跟各位议员报告 替人跨欲 养出客人设法的反应 老高业部共同持续推动 客人曾经实在高学计划 同客人结合 十二年结构高党的 口厂的实施计划 使得高原的客人可以设法 本客人学习增加 室明显 明朝客人适用友善的反应 同行政立法司法 相关的政府机关 民间协议的团体 共同在客家人求 十种的素材 创作同行业的反应 培训行业 老华议 合作人议 和人议 求这个人材 增加行业在各专业方面的 使用心 第一点 发发客家的议文 结合客家传统 老同体多样化的营养人数 来展现客家成风貌 举手鼓励 学家议文创作 老学家传统 起起的推通 盼理途方议文发统 比论说 第一次 尼人一求台湾 客家营养 国家南柴下的春天 国务卿 老议人一求 尽知客家台湾的训言等等 本来传统的客家议文 也建议創新 表演方式 为客家的议文 提升 中国的 专业新的生命 第三点 发展客家传的 经济年 经济感官 经济感官 通过 行政院台三宣 核重 老门抬头 赤利的平台 正合 发展 执行 提升 核重基础的 共同建设的品质 当成立 幸福台救生 江江六队 中南盘公司 加速推动 华东 老南部的 客家创生 技术福音 客家历史的建筑 主编生态 环境 与养疫的 金管 以外批 客家传 创生 与创业发展的 基础设施 还有 提供 客家传 强烟 必要的 空间设施 另外 也推办 客家传 提防 创生 有非 推广 的 付头 建造 客家传 创生 指示 的 体内 跟台三线 观光 与客家传 三级 强烟 团体 充滑 组成 台湾 浪漫 客家传 理由 发展 协议 共同 协议 打造 客家传 观光 散业 并 批合 交通部 以 109 10 到109 人 退班 369 客家传 求 董 友 的 转乱 特转 客家传 菜 体 的 禁止 另外 因为最近 计算 客家传 的 观光 散业 受到 武汉 飞业 疫情 重极 有受到 失败的 影响 但疫情 更稳定 停下来 后 我继续推出 三六九 都要 客家传 转乱 来 振兴 客家传 的 禁止 另外 对 客家传 传统 的 善品 包括 充 东方 民营 茶 司兵 台湖 佛 丹丹 利用 信任 跨界 的 结盟 与 科技 的 平台 根据 食品 神善 老家 供应 证 根据 客家中 善业 创新 来增加 省略 航手 统路 的 市场 提升 客家传播 的质量 采团 方面 客家 公共 传播 基金 费 以 100 空白 设计 公布 天台 样式 发行 样營 出版品 附 附 客家传播 发通 等等 以 建议 客家传播 用色 经营的 一个基础 为了提供 观众 老唐忠 还有 更好的 学家 在节目 的品质 《学家天师》 技术 直播 多年 学家 在节目 并且 尖尖 学家 以 国 强 丢 随 新 媒体 发展 的 歧视 增加 学家 样式 战路 的 平台 提升 好 赏 群 接触 的 企业 另外 技术 有法 建设 发展 提升 共和 天台 速度的品质 当然 全台湾已经有十 十个 发展 不但全面提升 共和 天台 速度的范围 更加有提升 速度的 信号品质 定量 特赞 学家 文化的交流 一百空白 十年 十年 老七月 结果 从十亿 学术 台湾 区域强势的 全球 学家研究联盟 的比方 统统联盟 这行丹 的秘书 设立在台湾 来推动 学家研究 途边 合作 和 合作的交流 在学家研究方面 台湾 继续 的清徒 省过 包括 马来西亚 新加坡 印尼 包括 美国 日本 所有台湾 冲下来 建立 学家研究联盟 未来的联盟 会从全球 学家的国土 建立 学家的 联络 和 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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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 学家强演 学家事务 奉闻团 也许 从一百 空白 半夜的 台湾 组 纽西兰 老澳 组 参加 学家 学家事务 老子 公 服务 的 观摩 学习 不但 提升 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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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验 台湾的 学家 密室 学家 文化 航守 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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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所有不同的結構 翌士頓美術館跨界合作 連結學家美術 是在本學家美術的文化傳達過幾次 本世界的觀察學家要講 體力點跟他的報告說 南北學家VNV有兩個結構 進入學家文化研究 台灣學家文化館就沒有力研究了 用學家學家學習研究和文史的調查 電廠和推動的重點 發展鐵石的貫床流研究的能量 懲罰暫時內涵 並穿連提防共同推動學習的行程 南北學隊的研究 運用生態博物館的感染 技術和採體互動合作 強化環境教育和表演技術的交流 結合六對體育、採體、殺菌、共同 成為六對學家文化、影響、神法的交流平台 實際上 很多學家的種族 來記錄、記憶中 電影コ報告 小聲水平台的電影 有興趣和電影 導致重量連繫暴 sim 我的經濟空間 有興趣和動作 特別的觀點 放在外國中學部 包括,學家委員會擁有學家影響和文化傳承的英文 此理以復興振興學家的影響 即使以總統的爭奸、行政間施政的仿真 結合各國相關機關和國際政府共同推薦學家事務 強化化學的合作和執念的政法 六十學年與學家影響之一,台東學家中替防創生 成法學家影響文化傳播、商業方面 六十推動各國的學家的實證 以上簡單的報告,很緊張國際委員幫我們多多至高 並拜託大家繼續來支持 謝謝大家 謝謝主委 我們現在是不是就來開始詢答 好,我們報告結束 我們本會委員發言的時間一樣是8加2分鐘 非本會委員發言6加2分鐘 截止登記時間在10點半 臨時提案截止提出時間也是10點半 我們再詢答完畢以後處理 我們請登記第一位賴會員委員發言 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 請我們的主委 好,請李主委 來,你好 是 主委 主委 錯 這個錯是早還是好 中 按錯 早 按錯是早 按錯是早 所以說這個客家話其實很好聽 好像也不太好學 因為今天早上跟湯委員請教了好幾句話 謝謝 主委 你這個經過了14天的自主隔離 身體狀況還好嗎 謝謝委員的關心 其實我是自我要求比較高 因為我們所接觸 密切接觸的一位音樂家 他是跟確診的澳級的音樂家 是 過去有9天的時間是非常密集的接觸 所以當3月5號澳級的音樂家確診之後 那麼我們了解整個過程 我認為風險算相當的高 按照指揮中心的規定 我是接觸者的接觸者 所以不需要有任何的強制處置 但是我自己要求我就當天完全就自己隔離 是所以你是間接的一個接觸者嗎 對 好我們謝謝主委 就是在這個環域工作上 是 那個所出的那個一點小小的能量 可是就可以匯集是一個大大的一個影響 謝謝 那主委我想請教 就是說在我們的同花快報這一個網頁裡頭 對 那這裡面 這裡面的那個經費 是不是客委會來補助 對 大部分都是客委會來補助 對 大部分都是客委會來補助 對 那本席想請教一下 就是說在很 因為新冠會員的一個情形 所以我們有很多的活動都是取消了 是 那包括台北、台中、宜蘭跟台東 這些就是我們客委會辦的一些活動 像新竹縣的那個練練同花 全國馬拉松賽跑 還有南投縣的那個客查同樂春 還有就是 這幾個活動 是客委會統一決策說要把它停了 還是說是我們的縣市 他們自行決定要停 有的是他們自己決定 有的是我們跟地方溝通以後 認為還是停了 那我們的原則就是說聚集比較多人的 對 像馬拉松 還有一些音樂會 這些東西都是暫停的 都暫停 但是呢 我們對於同花步道 對 我們還是會繼續推廣 所以同花季還是會開始 但是有一部分的活動會暫停 一部分活動會演 同花季會那個繼續 為什麼同花季會繼續辦 同花季就是我們這一次的鼓勵就是說 因為同花季清淨山林 清淨森林 清淨大自然 用這種方式呢 讓這個民眾有一個地方可以去 有一個抒壓 就是在這個新冠會員的一個方式 你清淨大自然 你清淨聲明 其實 傳染的風險很低 但是 對身心 這個是會有幫助 免疫力也會有幫助 好主委 那在新冠會員的一個紓困裡頭 那本席查看了你的一個預算 那你在這個1.32億 就是你總共編了1.5億的那個總經費 可是你把1.32億全部壓在這個電子旅遊鍵 那我在這裡要請問你 會不會太多了 這個比例會不會太多了 況且你這個電子旅遊鍵在108年的那個 就是369個浪漫客庄的秋季旅遊 這個旅遊鍵裡頭我發現 就是你的整體報告成效是不髒的 因為那個超過大概不到5成 你一個活動辦起來不到5成 那我側面的去給你了解 就是說因為你綁了一個就是APP 浪漫客的一個APP 可是在這個過程裡頭你有沒有發現 就是說會去玩的有很多 他是年齡偏高的一些長輩 這些長輩他不見得會用APP 所以是不是造成你這一個效能上的一個不髒 謝謝委員關心 我跟委員說明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 這個不到5成那個是到11月的統計 那個是因為立法院預算中心 他需要那個時候的資訊 所以我們提供那個時候的資訊給他 沒有沒有沒有我可以說主委 我們最後結案 109年到1月底 1月底不是10月底 1月底 那我們活動是到2月底 那差一個月而已 沒有沒有沒有 要看最後的結帳 要看最後的結帳 最後的結帳是55點多 好那55%你覺得這個是順利的嗎 這個是跟我們的預期是一樣的 預期是一樣的 因為以這樣的金額 以我們這樣的一個限制 其實我們的限制就是說 你不能夠在便利商店 你不能夠在就是說全國的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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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的連鎖店 所以我們有希望他們散步到 偏鄉的客家的小店 小農微型商店去消費 好所以有這樣的限制 其實五成多是跟我們規劃 是符合預期的 主委 那麼第二個呢 就是說 這個消費呢 其實在目前偏鄉地區的商店來講 是非常有感的 所以我們有一個最後消費的所有各地 可是如果是有感的話 怎麼才會是五成五呢 我個人在看這個資料的時候 我是想說 是不是給你一個建議 是 你在這整個的推廣 不要就是這麼狹隘 就是在一個 局處在一個客 就是說 你的一個行銷 是局處在一個 嗯比較 偏移就是說 客家人 可以這一個行徑 他們必經的行徑 如果說 這個每一個消費的人 他只要到了客家莊去 他可以用花票來抵的話 那這樣子會不會 你這個一點三二億 朝另外一個面向去處理的時候 效果會不會更好 這個我想顯然上一次 上一次我們從資本上看起來 你這個活動 並不是非常的順 我能評估其實不只是不順 我們認為是非常有感 而且非常有效率 怎麼會是這樣子呢 你怎麼會 這個委員你講說 大家用發票來 這個當然很好了 可是呢 你無法最後啊 去集合啊 而且你會鼓勵很多的 這個就是 你要考慮到這後面的 合銷的程序 你只是在 你只是在 合銷你的預算 你沒有真正達到你是 對 剛好完全相反 你如果用發票的話 那個才叫做 那個當然金額一定會很大 可能上那個 那個十幾二十億都有可能 但是那個東西代表什麼意義呢 你如果買的東西全部都是 在那個那個超商去平常 你本來就是要買的嘛 所以我們日比費用 我必須要跟委員說清楚 它不是消費券 它是一個叫做 振興 所謂的振興就是說 它必須要帶動相關的消費 所以我們最後的結果呢 強調就是說 我們最後的結果 我跟委員報告 你讓我說明一下吧 九個客庄 最後我們統計的 所有的五萬多人裡面 有三萬多人是跨縣市 這代表了什麼意思呢 代表了百分之六十幾的人 是旅遊 而且是帶著家人 所以它創造的消費的效果 對 那你有沒有在深入的 去做一個探討 這五萬多個人的一個消費 其中客家人佔了多少 那是不是客家人我不在意 那不重要 對 重點是在客家庄消費 所以它重視是外國人也可以 所以我們必須 因為我們定定一個政策 我認為我們現在 今天政府定政策 就是考慮太多了 好 所以我們不限制任何人了 任何人 只要你有興趣到客家庄去消費 我們都歡迎 是不是提一個 所以重點核心的問題 核心的問題 給本席好不好 可以可以 我們就是因為 全部是數位的環境 所以我們對最後的成果呢 有非常正確的數據 好 主委 可以做非常精密的分析 所以你對於這一個電子 那個郵源券你是滿意的啦 非常滿意 非常滿意 是 好 那你對於你的那個 客家電台的一個計畫 你認為你是滿意的嗎 我從109年客家傳播行銷計畫裡頭 你編列了7億八千三百 那個393萬 可是其中你在辦理客家電台 還有客家的一個廣播台 就佔了74% 你只剩下了五億多 你要來做其他的一個行銷 你認為夠嗎 還有就是說 你在那個語言上的一個推動 那個在幼兒園 你有稍微成長 可是你在國小的部分 顯然 顯然是不足的 有很多 不管是在台中 在台南市 在107年都參加了一年 就退出來了 就退出來了 那甚至就是說 在108年是掛零的 108年什麼掛零 你的整個 就是說你的那個 那個客家椅 客家椅的一個 就是把它那個融入到學校裡頭來 陳靜市 那這樣的一個成績 你滿意嗎 顯然我跟你說 你不能再告訴我說你是滿意的 這個部分當然永遠沒有滿意的 跟委員報告 那麼我也必須坦白承認 陳靜市教學在都會區 非客庄地區 非客庄地區 是有相當的挑戰性 所以我們現在重點是在客庄 這個 因為他要陳靜市的話 你必須要客家人是佔比較多的 要不然很多家長啊 包括小孩 但是台南其實做得非常不錯 我去過台南那個 那個學校叫什麼名字 最大的一個小學 台南市 那個學校當時推上客語 大概兩年前 他可能讓你去看一個樣板學校吧 不然他不會就是說 做了一年又馬上又退出來 然後在一百年 我可以了解到他們執行上會有困難 好主委 我想在這裡特別的再跟你講 就是說每一個縣市 他的意願不高 他的原因在哪裡 然後你的 其他的縣市 其他縣市有成長啊 陳靜市有成長 陳靜市今年不是有兩百二十幾百嗎 兩百零二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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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看全國的一個總數的話 對 其實他這一個他的維護是非常非常的小 對 那所以說本席在這裡還是要在建議 怎麼樣計畫性的把這一個這個 整個就是刻意的活動 把它辦得更有成效好不好 對這個非常重要 非常委員這個關心了 我們會繼續努力 因為這個部分是非常大的挑戰 而且永無止盡啊 所以我 你說我滿意 我這當然不滿意 你已經非常努力了 是是謝謝 你是比立正的一個主委做得更好的 謝謝 好加油 謝謝 謝謝 好我們繼續請湯惠珍委員質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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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湯惠珍委員質詢 請湯惠珍委員質詢 請湯惠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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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來湯惠珍的結構 不過 不在那裡還這樣不在 在那裡 請湯惠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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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 變成兩十年 可能效果都會提湯 請湯 我問湯惠珍委員照 你學尾府佈珍做了一步的節目 湯惠珍有 湯惠珍 請湯惠珍 湯惠珍有感動 佈提神有率 先湯惠珍 湯惠珍 唉唷 湯惠珍 要想湯惠珍 可能不再說你哈士 可能他會有部主 最重要的感到 要注意 好嗎 跟統議員報告 剛才您的統議員在關心 基本上 由於插資 出辦品 其實我們尊重 他的私處心 由於客家 當然私從沒有胎 所以使用政府的協助 但是 男人做不到因為政府補助 教會說 我可以用我做 我沒有聽到客氣了 他們的經濟不夠了 我本來投胎 我本來把政府 比其他的媒體 因為有一次參加了20參加 主委要有參加 因為學家的態度剛才說 因為學家天使團的節目 創造他們的替房戲棚 扮送天使團 希望我們水準沒有體格做 不得 送他要說 所以說 所以說 壓年人的情緣 好嗎 好 主委的地方 先去訪問 好 台灣人的委員 其他人說 主管體力委員 用369UBA 10個電子旅遊券 佈出學長的店家 還有農創 佈出有些人不效用 只要我們電子旅遊券 有些人沒有那些人 結果那些人沒有佈出 當然要收費 要沒問題 是說青島人不押 說那些不可以用 了解吧 希望既然有1億多 按多錢 我本來這樣 學長的店家老的農創 希望大家紛紛鬆鬆鬆鬆 簡單鬆鬆鬆 好嗎 10塊 大家用10塊 聽一點 因為學家說不定 天台和媒體 差不多有10幾年 你提供學家的氣球 10百分次 畢竟發了1塊 10國 妳試算 Roz 台的扳錢公司 另外我們學家委員會所有試用 學家的營養創作 我們所有市場的軌跡 都有 但是這家的成立 也有學家的作曲和營養創作 成立這個扳錢公司 但是 要再鼓勵 不然他也知道 他說要不要認真就做 要再扳錢和報復 好 聽一點 他跟天台 有十分 他要做的颱風 本來我們社團委來承攬 做的比提安 他要說 Vito來自保 本期做的 相夫來良心競爭 這個節目要更加重心 你說天師台的嗎 是 天師台演一鄉 演所有的節目 全部公開成我們 還要是 還要看 揚揚所有的製造公司 以前 整天說 學家法的 任職都用的方向 但是 沒有什麼方式 都用的製造 所有的 整個製造公司 都開來提安 也有一個評審的一個機制 我們所了解 台一部分的節目 全部不像親有名的記者的聯繫曲 學家 天使團的所有 還得到緊張獎 它全部是公開競爭 公開爭安穩 所以要親同認識 我的天使團 雖然說不需要學家人 也要去做學家的節目 好啦 要在這時刻 我想問 我們每次看天使 比如國際主管官員 看天使會先看 學家的天使團的人請騎士 請一般沒有 一般先看 也要有五十日團的看 看一般的節目 一般的節目看不太多 學家的送人 兩百萬一期期間 有防疫的一些資訊 最好說 這樣要有學家的送人 怎麼說出來好嗎 今天議員不過也要先感謝議員的關心 我們請我們請客家天使團 有有請客家的以前 防疫的成員專家 譬如說 我們早前的張三成醫師 他小的說學家 他那個行作 呼吸人 所以 學家法的全部會說 有有學家法訪問 那些人要從學家天使團出現 你們 天使 對 那些人要從柏台出現 我們也有準備 防疫中心 指揮中心防疫大作戰 有拜託人說 比如說 有劉德威議員 小的說學家法的 專家 要專家了 因為那些非常專業的事情 他差不多一般的議員會說 配音 配音 比較沒有使用 因為那些東西 要非常的權威 因為 譬如說 張三成教師說 可以用學家法 來講 防疫的事情 其實 其實 有好幾位 已經在聯絡了 就聯絡了 就直接用學家法來講 本來我們學家三人 就出現出現 是啊 那我請問 你們所有的主管 館員 真的直接用學家法來交談嗎 真的 對 我們可以主管費 可以館員費 全部用學家法 對 沒有學家法 因為現在可以用學家法來做進步 真的 真的 請 對 我們有很多經理 你們做得有很多法徒 對 整理會說 我們學家認真 有中國給的診所 那些本來的國中生 那些都靠太后給他做的 加权加权的分 好 成绩看了 因为你查清读 当然查清读 在那个十二年国教 这个有 董事包括桃园市政府 我们都有去 跟西安市众 在十二年国教 入学争选 考古行人应征 可以加分 这个有了 泰国是没有了 因为 他说 没有比赛权出 成国等 拿到证实比十九年了 没什么都很安逻 不要去考量 像现在桃园市 华联市 国庄市 全部有通过 行人应征 包括评论院 行作也可能有用 就说有通过 在征选 可以列入 那个 加分的 自日本也有十四年 我们也有十四年 好 我请我们的董事众 陈董事众 什么 助理先向寿 董事众 恭喜 你做董事众的陈董事众 什么 助理先向寿 董事众 你做董事众的陈董事众 公事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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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边援助您的基金飞 赐助了洋芸 你学校的基金飞 一般区年成立的 你学校的天使台 还没有法图 特立 他们的公事 那是什么 你正批吗 你正批 你正批 来立刻吗 学校的天使 不是基金飞 不过基金飞 随时 都很安心 希望天使台 再赶入来 不过 学校的天使 暴流到公共天使 公共台帝 都 因为公共天使 很多人都说 学校的天使 都会公共化 所以同时没有谈这些事情 当然非常开放 希望学校的天使 这会开放的空间 做得吗 三年里做得 慢慢设备基金飞 来管理做得吗 你不是时间问题 你的资图有什么理事 是 要将资图认证 好 做得吗 因为你的公共天使基金飞 他现在设备有規格 在学校团队 留到公共集团的地方 有一个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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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学校基金飞 设备有一个目標 进行飞行的地方 有做到行美体的部分 就算有做 天使没有做 不过做的方式 老学和天使的忙也更充装 忙也更充装 其民众的让识 没有发 进行国式公共的名体 都没有体 所以台队的科学和文化 今天是要做的 好了 像董事长 下一条署面的资料本来 好 谢谢 谢谢 我愿意说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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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這個今年2月底之前 它這個整個兌換率達到55% 所以這個以這種消費券 或者是旅遊券來說 這個成績是相當不錯 這個很值得肯定 這個活動我也是給你打90分 但是打90分 就是今天就要跟你探討那10分 你距離100分的那10分 因為這個我們這次的這個 武漢肺炎的這個特別條例 紓困特別條例裡面 我看到我們的這個 在特別預算裡面 我們所編列的 整個我們客委會主要的 這個紓困內容 大概就是 這個369浪漫客裝油的 整個案子的擴大辦理 差不多就是這個意思嗎 是的 那所以 我想這個 以這個 去年的這個369的這個 這個案子齁 去年 到累計到這個 2月底 總共實際消費的是有700 786家是不是 我看到的資料是700多家 店家有700多家 對有700多家 參與的人數有5萬多 對 但是我們接下來的這個 這個 武漢肺炎的這個 紓困條例 我們目標變2000家 也就是 這個我們這次實際消費的 將近2.5倍快3倍了 的數量 我們的規模希望能夠做到3倍 我們預算是2倍 但是我們店家是幾乎要到3倍 的期待 對不對 我跟委員報告 這個我們上一次去年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有2000多家的商店參加 但是呢真正齁 消費者有到他店裡面去消費的齁 我想這個都是我們這次要檢討的 就是當然我們說 這次我們369辦得很成功 那我們接下來紓困 我們就把整個案子照辦過來 很好 但是應該在這個案子 在去年的這個辦理的過程中 還是有一些值得檢討的地方 應該在這一次辦理的時候 我們就要把它改正過來 對不對 所以就這幾個地方 來跟你探討 對 第一個就是當初齁 我們在去年的這個 去年的10月1號 我們推出這個 電子旅遊券的促銷方案的時候 對 當天早上 好像我們要發放 那時候是要發放多少張 10萬 10萬組 10萬組這個600塊 結果我們在當天的搶購 好像10點 10點02分就 就當機了 就當機了 是的 這個 一方面是我們設計 原來設計的人的那個流量 我們流量設計的不夠 是的 那這一次我們是兩倍的 兩倍的數量 對 所以這次會不會再有這個當機的這些相關的問題 我們盡量避免 而且我們也在控 規劃 分流 不是盡量避免 這個要解決 OK 你第一次大家可以知道說 大家說 這個是活動比你們預期的要太熱烈了 所以你們會 這個當機要情有可原 是 你第二次這個是紓困 紓困你這次說 我還是一樣辦下去結果還是當機 這個 這個恐怕 恐怕 這個就 檢討的聲浪 就不是像 第一次這樣子而已 是了解了解 所以這個就是第一個部分 在我們整個這個發放的過程裡面 對 我們過上一次活動的時候 我們所遇到的問題 我們這一次應該要再檢討 好 這是第一個 是 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這個 這個 在 在上一次辦理的時候 之所以這麼成功 也是因為他有配合這個 擴大秋冬 國民旅遊 是的 他整個配合起來 是的 那這一次沒有啊 這次沒有的結果是什麼 就是 我們限定在餐飲業 是 你這些小民宿 民宿你除非你的餐飲有另外開發票 不然你不能參與這個活動 是 但是上一次他民宿他可以 他是因為他民宿 他上次有這個秋冬旅遊 國民秋冬旅遊方案 可以搭配 那這次沒有了 對 所以這次 我們這個活動 我們如果沒有再去設計上面 再去做更改的話 這些小的 這些 這些 小營的這些民宿 都就不能夠使用這個 這個 沒有辦法享受這個活動的紓困的效果 是的 委員 非常感謝你 你這個問題真的問到重點 去年之所以成功 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其實六百塊 你要從台北的人說 為了六百塊 我要到 屏東或苗栗的客庄去消費 這個 這個動力是還是不夠的 對 所以因為剛好有 那個 那個觀光局的 那個所謂的秋冬旅遊 住宿會補助一千塊錢 所以 所以我們去年在實施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們沒有包括民宿在這裡面 對 但是今年呢 如果觀光局沒有推出這個配套之後 我們會 考慮 那個 民宿也可以使用 要把它納入 對 他們這個民宿我想 在這波整個 整個這個 這個肺炎的疫情 他受衝擊非常大 也是 他應該是要納入這個 這個紓困裡面 對 我覺得委員這個非常非常對 這個是第二個 我們必須檢討 第三個就是說 我們這次洪工辦的到現在 對 因為我現在我跟湯委員有 任養苗栗這個選區 是 所以在苗栗這裡我說 就接到很多的 這個商家的反應 是 就是說這個利益良好 大家大致上肯定 但是整個這個整個經費的核銷機制 大家很有意見 所有配合商家 都很有意見 他們認為說這個核銷機制 我們現在是要 統一由這個營運商匯整之後 再統一申請 這個這個撥款 那你這個 這個你如果說比較大規模 稍大一點的這個這個這個企業 他的金流他可以去承受 承受這個 這一兩個月的 的核銷時間 對 但是你如果是小商家 他收到這個券 他要拿到錢 他可能要 要兩個月三個月 有的他就 他就乾脆不收了 因為我收這個 我會導致我下個月的金流 可能會出問題啊 謝謝委員 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原來的設計 我們的券 因為我們是全部在數位的環境 所以他在消費的 同時呢 我們的電腦裡面 就已經有資料了 對但是 所以我們每個月呢絕賬 對 但是呢因為內部 坦白講 這是我們公務機關 公務機關 對於這種新的東西的 和銷的過程 那麼還不熟悉啦 所以 那我我希望說這一次要檢討 一定會改善 因為這個和銷 你這麼長的時間 你的商家 他就是不要收的才六百塊 對啊因為是希望就是 第二個月就可以拿到錢 對對對對對 那這個我們 我們這一次的確有這個問題 好好好 我們設計是這樣 但是因為內部的和銷的程序 太長了 對我就是要跟你 但是商家的和銷程序 其實一點都不困難 對因為 最主要他等到他領到錢 對對對 太久了 重點是領到錢 這個基層就跟我感應就對了 好不好 再來就是 小問題啦 這個上一次我們犯的這個錯 讓一些大型的連鎖的 連鎖的商店 也可以使用 這次希望說不要重蹈覆轍啦 好不好 那這個問題就跟主委討論 我們希望說 這次有90分 希望下次 這個紓困的過程中 能夠達到100分 讓所有的這些商家 消費者 大家都能夠 能夠覺得 這個我們客委會 體會到我們客委會的用心 好不好 那接下來這個 一個問題齁 就是說我們這個 這個 客委會很重要的任務 當然是讓 這個 全世界能夠看到客家啦 也透過客家 看到台灣 那這個 我們的總統也是客家人 他在這個 這個總統在 去年的全國客家會議齁 他的這個 致詞他有提到說 台灣是世界上唯一有完整 完整的客家政策的國家 這個部分是我們就要 但是 我們看看齁 因為我們的客 這個 客家 族群 確實在過去齁 威權時代 受到一定程度的壓抑 包括受到主流族群 還有這個 包括這個 這個受到國家政策的壓抑 所以是這幾年 我們在這個 解嚴之後 整個社會力開放之後 我們才 客委會成立 那我們最重要的目標 就是希望說能夠凝聚 重新凝聚客家 族群的這個 這個相信力 那同時也能夠復興 讓年輕一輩的這個客家人 能夠更認同自己的族群 但是齁 在這幾年的客家 也因為客家族群 他的一個特色 他對於這個 飲水思源的一種 一種這個精神齁 這確實是客家精神裡面很重要的一環 那使得這個 目前很多的客家社團齁齁 在這個進行 我們這全世界 讓全世界看到客家的過程裡面 確實也很多 在跟中國的這些統戰單位 受到中國統戰單位的這些邀請 跟他們的接觸 甚至就跟他們這個這個這個配合 這個部分 請問主委 對這個部分有沒有 我們客委會裡面有沒有檢討這部分 跟委員報告齁齁 那個基本上 客家過去傳統的客家社團齁 那個的確有這樣一個情況 但是 我們的方法就是說 我們盡量讓台灣的認同的客家齁 能夠有更好的一個發揮的平台 這個我跟主委講齁 對 因為時間有些 我認為第一個 我們客委會我們說 也有很多對於這些客家社團的補助 我們應該自己要定義一個很清楚的規範 如果你這個社團 你到中國去沒有沒有問題 我們去 去這個 尋根也都沒有問題 對 我們去去對客家文化這個也都沒有問題 對 但是你如果去那裡跟統戰單位 是 接觸 是 跟統戰單位 開會 參與統戰性質的會議 是 只要你有參與 我覺得我們就不應該予以補助 是 這個標準要非常清楚 其實我們非常清楚啊 對 所以我們對於 就是你可以去參訪 但是你不能在統戰部 去參 就像 韓國瑜可以去香港 當然可以去 但他不能進中聯辦啊 對 對 我們的客家社團 我們當然可以去 去中國尋根 但是我們不能到他們統戰部 跟他們 談武統 跟他們 談這個和平統一 對 談一國兩制 不行吧 是啊 對 所以這個部分 希望客委會我們在 做補助的時候 我們要予以這個 這一些規範 好不好 那最後的一個時間 我就是在跟你提 就是說我們客委會 確實在 重新凝聚這個客家族群的 這個認同上面 做了很大的努力 也很有成就 但是我最後 我是希望說 我們客委會還有一個 重要的任務 這個任務 可能有一些跨部會的功能 你必須要做 就是你要讓台灣的其他族群 大家來認識客家 是 我覺得這個部分 目前做得很不夠 在我們的這些 包括在教育 國小教育 我們沒有讓其他的族群來認識說 台灣的客家 是什麼樣的客家 台灣的客家在台灣 這麼重要的一個族群 客家人的精神是什麼 他為什麼是台灣的 在台灣落地生根 是 他在台灣過去 客家族群 尤其是我們台灣的客家 他跟全世界客家 台灣客家 有自己台灣客家的歷史 有台灣客家的 自己的認同 是 他有一個歷史的過程 先人 唐山過台灣 到台灣來 一開始 有一些族群衝突 到後來 大家也共同攜手 對抗外來政權 這些歷史的過程 形塑了我們這個 台灣客家 特別不同於 世界其他地方客家人的 獨特的歷史記憶 那這些記憶 我們應該要讓 台灣其他族群來理解 這部分我希望說 我們客委會能夠在這部分 更加努力了 好不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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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繼續請葉玉蘭 對不起 我們請葉玉蘭委員質詢 主席好我想請主委 請李主委 一位你好 主委 按照 按照 來媽媽的訪問 母的訪問 但是我不會講客家話 我覺得這是客委會 我希望未來四年 可以把訓練成會講客家話 質詢的立法委員 因為我來自 我是出生在宜蘭 那宜蘭其實說實在的 其實剛剛審法會委員 他提到了 台灣很多地方其實 不了解客家 然後也可能對於客家 甚至於很歧視 所以我的母親就是在一個 很歧視客家人的環境裡面 所以我 我是在我母親15歲 15年前過世之後 我才開始去親近客家 然後去學習這個語言 那我想 客語的人才 就講客家話本身 這就是一個傳承客家文化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一個管道 那客語人才也是我們傳承 這個客家化的最重要的資產 所以我對於這個客委會 你們在投入 校園教學 校園教學的資源老師 以及客家廣播的內容製作人才 他們的待遇如何有沒有保障 我實在是很關心 我的助理幫我準備了這些 這些 但是我相信不用來考您 因為其實考我還可以 不過可以告訴各位 這幾個字我都會唸 只不過距離熟悉客家化 我實在是還不夠的 所以我們很早就已經聽到 聽到客委會在推 客與師資的聘用辦法 但是一直好像 客委會跟教育部一再的研議 然後一直到今年2月 我們才出現了一個高中以下 學校及幼兒園客與師資 培育資格及聘用辦法 我想請教一下 到底是卡在哪裡 為什麼會這麼卡 卡在哪裡呢 謝謝葉委員的關心 我是不是請我們文教處 孫處長來跟委員說明一下 是 跟委員報告 這一個辦法 其實我們經過 跟教育部跟客委會 以及相關的學校團體等等 經過很長的時間的一個溝通 當然教育部因為他主管了 國家語言法 包含了閩南語的師資的 這樣的一個聘任 所以他們在國家語言發展法通過之後 他統整的考量幾個國家語言的師資的辦法 所以這過程就是有比較長一點的時間 是在溝通的一個過程 是 所以其實我更擔心的是 好像這個辦法本身 並沒有在他的專業性上面 給予任何的保障 那在很多學校 其實我也看過孫處長的這個 你的新聞的資料上面也提到說 現在還是有很多學校的 他們是以資源教師的身份 來任教的這些新傳師 然後都很擔心你的聘任辦法 出來之後他們的飯碗會不保 是不是有這樣的事 其實是沒有這樣的一個 因為聘任辦法之後 就會讓資源老師他沒有辦法 在學校擔任這個工作 反而相反的是我們會提出更多的 一個真能的一個課程 讓科學師資他有更多的一個提升的機會 對 那同時教育部其實他同步的 通過了師資培育法 他讓資源人員他未來可以透過 師資的正式的一個培育的體系 未來有機會成為正式的師資 我看到你這上面有這麼講 不過我還是更需要主委給我一個承諾 因為你說得很好 但是現在這樣子的憂慮其實是存在的 那政策上好像沒有去 要去為難這些傳承客語的人才 但是問題就變成這個訊息上的宣傳散布 那顯然客委會並沒有讓這些去擔任 擔任新傳師的這些資源老師 把他們的疑慮給消除 所以我們更應該去看 就是說在我們追求專職化裡面 那你對於這些老師們 他們會不會失去工作機會 那不曉得主委認為 這些新傳師 現有的新傳師 他們替我們承擔了一個 蠻重要的一個新傳的責任 想要讓客家化 客家文化扎根的這些根本的人 我們有沒有 他們該怎麼辦 那主委您覺得應該怎麼辦 謝謝委員關心我們的新傳師 其實新傳師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現階段其實新傳師都可以到學校去教 而且那個費用是由我們來負擔 就是只要學校有開課 有需要真正懂客語 但是他沒有教師資格的 他可以去叫做陪伴員 所以我們很多的包括陳靜世教學 或者是說客語實驗學校 其實很多的老師 他本身教他覺得還不夠 所以他就會要求做一個非常懂客語的 他可能是長者 都沒有關係 他沒有教師 但是他客語非常好 所以都可以到學校裡面去教 只要學校也需要 那第二個 現在這個教師的專職辦法 其實是很多新傳師 他們一直心裡上覺得說 我在學校他們教 我又教的比你學校正式老師 教的還要多 還要好 但是我一直沒有辦法 成為正式的老師 所以這個是開一個門 讓這些新傳師有機會 透過真能 透過到學校的修課 就六所大專院校 你修完課以後 將來有機會成為 學校的正式的老師 你們會辦理認證 會給他們 認證我們是 只要中高級認證 然後有一些課程上課就可以了 中高級認證跟 變成老師之間 我覺得還是要 那個 變成老師之間 還是要透過教育部的 這個教育 那個私培體系 這個過程去 去 所以現在跟教育部 有訂出這個辦法出來呢 就等於說 讓我們的新傳師呢 不但不會影響到 他們未來 現象現在的教學 同時將來他們有機會 成為學校正式的老師 所以我可不可以請主委 再給我承諾說 他們是在職進修 但是不會讓這些新傳師 因為沒有受到培訓就要退場吧 沒有沒有不會吧 不會這樣子 不會不會不會 好 謝謝主委 不過我希望 我們因為客委會顯然 沒有做足夠的宣傳 是是是 我建議這個客委會 一定要去結合社群網站 現在用現在的方式 通訊媒體 通訊軟體 製作成簡單 簡明易懂的 圖檔跟懶人包 然後也希望 能夠跟這個教育部協調 把開班數 能夠預估出來 這樣更有說服力 那我可不可以要求各位 把這個 剛剛我提的 包括新傳師的很多 你要規劃多元媒體的宣傳 這個宣傳啦 還有到底這個新傳師的 教學資源工作人員 沒有這個退場的問題 還有這些的書面報告 能夠回復給本席 OK 好 因為你們都已經有了吧 我是下個禮拜一 可不可以拿得到 下禮拜一 今天可以 可以 我最後的一點時間 我還想要邀請這個 客家傳播基金會的董事長 我知道今天客機會來本會 是因為你們的法人登記還沒有完成 所以被凍結預算 雖然現在登記完成了 但是我們整個法制作業還是比較緩慢 剛剛幾位委員都在講 就我所知 其實我們在很多講課電台 移播到客機會之前 你們以前 108年的預算員有7個組員 109年有20個組員 那我再想 我想請問這個董事長 你的廣播主持人跟來賓 是否專職啊 你的直播 或者是不是技術人員 有多少人 有多少人 我們 我們的那個電台的主持人跟來賓 基本上不是專職 不是專職嗎 所以他都是來受到那個計畫的那個委託 都是用計畫委託的 對 就是那個節目 他是針對那個節目來製作 那我們那個電台的負責的製播的人呢 不是技術人員呢 因為我們的節目組一共有八個人 那我們八個人就去輪流製作 我們的內置的節目 百分之五十 還有委託出去外面呢 也有百分之五十 那所以委託出去外面呢 有非常 有很多個電台 一起來共同製作 所以呢 我們的人員呢 應該有超過三十人 就是從事這個電台這個製作 因為我的時間已經差不多用完了 主席容許我再把我的 婚姻講完了 因為也是 程序剛剛我對於這個語言上面 是新傳師的我的注釋 是 我很希望我們客家電視台 講課電台 以後在製作節目 或邀請來賓的時候 可以多多請我們這些 本來就在各個地方 在傳承語言的這些新傳師 那 我也很希望我們在整個語言跟文化的人才上面 能夠反映在我們這個客家電視台的工作人員的比例之中 好不好 謝謝 謝謝 我們繼續請張宏路委員質詢 麻煩請主委 請李主委 三位你好 主委 同樣的啦 我們這個國家語言發展法 去年已經上路了 所以 很多人在關心這個客語 教師師資的問題 那剛剛也有了 我想請 我想有一個觀念 我想說再跟主委您溝通一下 你覺不覺得啦 語言就是要從小開始嗎 我一直都強調對不對 對 那我們啦 有很多這個 比較像客家莊的一個地區的話 對 有沒有說 有個想法就是說 這個 幼兒園 或什麼的 我們有客語的 特別的師資 然後讓這個 小朋友 在客家莊 他的環境裡面 我們從小他去 幼稚園托兒所 他也可以在那邊有接觸到 這個客語的環境 甚至上課就有部分是用客語 我們有沒有這種想法 有 謝謝張委員 其實我們現在還甚至在鼓勵 這個 定義鼓勵就是說 在客家重點發展中 用全客語的 幼兒園 那個就是 幼兒園 那個不但是教客語 就我實際上覺得說 一個觀念 就是說 母語不是用教的 母語是用來用的 對 所以應該是用母語來教華語 應該用母語來教這個遊戲 用母語來教體育 教音樂 所以我們現在在推廣這樣的觀念 所以我們為什麼叫做通行語 包括在小學裡面 我們也希望逐漸的 讓老師 假設你有能力的話 就是用客語教 那事實上在 客庄地區 我去實際去參加 參觀過幾個學校 老師 全部就用客語上課 像美濃國小 發生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 就三年級它全部是客語 那一班 客語實驗班 那升班四年級的時候 沒有客語老師 所以一段時間沒有上客語 反而是這些小朋友 要求學校說 你必須要用客語老師 來跟我們用客語上課這樣子 所以已經慢慢有一些 在客庄地區有一些反轉了 我覺得這是一個蠻好的一個 這個現象 然後最重要的我發現 很多不會講客語的老師 因為這種環境 然後加上當然校長也重視了 所以他們也可以用客語教 而且他們客語教呢 跟小朋友是教學相長 所以我在實際上看的時候 他說 要去我學校怎麼說 老師說 我不會跟我說 小朋友就說 我知道 我知道怎麼講 我小朋友學得很愉快 所以他從小讓他覺得說 這個母語是一個有尊嚴的語言 對 所以主委你的看法跟我一樣 那我為什麼要特別請教你這個 有個部分地區就像你講的美農什麼 有這樣子 但是其實 在很多的客家庄裡面 大部分的都還沒有這樣 都會區坦白講 真的挑戰性更大 對 在比較這個 就是說偏鄉的客家庄 是比較 我們先開始從這個地方開始推動 我覺得啦 你要從大都會裡面是比較困難 對 但是我覺得也不一定要到偏鄉 對 你像我的故鄉 豐原東四那邊 其實 東四也有在推動 也有 我知道 就是有 所以我覺得請教你這個問題 但是呢我覺得 對 就像你講的 這個師資好像不大夠 是是 這是一個 另外 我要特別講說 私立的 對 私立的我們可不可以用什麼誘因 私立的托兒所幼兒園 我們用什麼誘因 讓私立的 這個托兒所幼稚園 他也可以朝這個方向來做 是是 我覺得這個是可能是 主委我們可能是 你有開這個班或什麼 我們 其實我們有很多預算可以去做一補助給他們 讓他們這個業者也有誘因 讓他們這樣子 是 我不知道主委這樣 我說私立的這樣的部分的話 你覺得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啊 所以我們會這個 朝這個方向 事實上我們也有在 有這樣的一個鼓勵了 但是呢 我們可以 制定更好的一些誘因 讓更多 願意直接投入了 對啦 我覺得你很多的私立的部分 我們也可以把它補強起來 OK 這一點 好 那另外 就是說 現在啊 剛剛有很多委員有提到 那我看到我們客家 客委會裡面啊 這個網頁什麼 其實更新的都還還不錯啦 不過啊 像這次的疫情 就我所知道啊 我們 我們之後你這個要 擴大369的方案 但是啊 有一些人啊 現在就撐不下去了 現在就撐不下去了 那 他們有 有很多人喔 在撐不下去的這個過程當中 他又不知道如何去 去找方法 像 我們知道有很多啊 你可以 還 還 還腳利息 然後可以索得稅 可以 可以站穩 那其實啊 我接觸到的有一些啊 比較長輩的 他們不知道 也不知道如何去做 我覺得這一個部分啊 我覺得我們 當然那是其他各部會要去 但是我覺得 我們客委會 要針對這些特別的 一些地區的這些商家或什麼的 主動告知他們 可以怎麼樣 我覺得這一點要拜託主委 你要我們客委會要做到這一點 OK 就像主委員說的 這個 客語是用來用的 不是用來學的 是是 他們 我們現在就 他們 有時候接觸的 並不 並沒有那麼多 是 所以他也不知道 他也不知道如何去做 是 我覺得我們客委會要用我們的管道去幫他們 是 好不好 好 主委員那謝謝 謝謝 那我請 那我請那個 陳董事長 好 來 陳董事長 我早上有看到你們的這個 業務報告這些 你們做了一些 還不錯 那 你有自己有聽過 你們的 電台的節目嗎 有 有 那 蛤 我們隨時都要聽 你隨時都有在聽 對 那頻率是多少 呃 我們 105.9 那是台北 各地不太一樣 對 對 那其他的呢 其他的頻率你知道嗎 其他頻率 呃 我沒有去記 不過因為我們 你沒有去記 你跟我說你都有在聽 對 我現在是用APP在聽 好啊 你用APP在聽 是 那我請教一下 你們有一些節目啊 我覺得 有那個方向也不錯 你們會說 啊 去介紹客家庄或什麼的 對不對 對 那我想 我想要請問你一下 全台灣最北的客家庄在哪 你知道嗎 全台灣最北 呃 在三支 那最南咧 最南 在恆春 最東咧 最東 呃 在 東啊 呃 我們的台九線的原線 這個比例是怎樣 呃 成功 在哪裡 成功 成功 啊最西耶 最西 呃 那 那個海邊的話呢 應該是到 髒話吧 我跟你講 我有答案啦 但我不想齁 這樣子齁 我為什麼要特別要問你這個 是 你有心要製作好一點的節目 要讓人家了解 你要讓人家聽的人有興趣 是 對不對 那你 喔 介紹客家庄 其實 我 我必須要講一個齁 有很多 客家庄 很多的 都很出名了 大家都知道了 如何再去發 透過我們這個 節目 讓人家去更了解更多 不一樣的客家庄 啊 有可能他們不知道的 那你 最北最南 最東最西的 啊有特色的 其實你可以這樣 讓人家 不是我們 就固定 印象中 我要去玩我要去哪裡 就是那幾個出名的客家庄 我覺得 我們這個電台 你既然要這樣子做的話 齁 我就要朝這個方向 有趣的方向去做 不要就死死的 然後你 外包出去的 你就讓他怎麼做 啊你也不管 我 我覺得身為 齁 你 你董事長的人 你應該要抓住方向 是 讓他們去去做 好 是的 什麼 你意思 剛剛那個 這個發想 最北最東最南 這個題材是很好的議題 我想我們 會更努力 去想到一些新的課題 讓這個客家 有很多嘛 我跟你講 最北最東最西最南 那最高咧 那最大咧 最小咧 很有確定 對不對 不 我跟你講 為什麼會這樣子 我有在聽這個 這個節目 我有在聽 但是我總覺得就是說 不夠活潑你知道嗎 齁 我們聽 電台 或是我們去看電影 其實很多人是為了放鬆 為了休閒 才去的 我不是要上課才去聽的 對不對 那你很多的節目 我覺得不是做得不好 就是那個太僵硬了 了解 那我覺得像這種 就是讓人家有興趣 那你也可以 用這樣子 然後到時候來做一個抽獎 然後做一個什麼的 這樣子 讓人家有興趣去聽 你要把它當成是你要賺錢的 一個事業去經營嘛 你如果辦抽獎 我想 年輕的 年輕組 老年 常輕組的 我覺得這樣子的話 那個 也會刺激大家去收聽 這個節目 是 謝謝 謝謝委員長 好不好 我是希望你們要把它做得活一點 好好 嘿 不要說齁 這個 我就像質詢預算而已 我就把它質詢我 我就要活一點 這樣我們才會有收到效果 好 好不好 好 謝謝 好 謝謝 我們繼續請羅美玲委員質詢 主席各位早安 有請主委 好 我們請主委 今天請我們 Ganui 你好 主委 還請 今天的內政委員會 滿滿的客家相應 非常的親切 我想 我們內政委員會 應該有好幾位都是客家子弟 我們的主席 我們間委員好像也是 那 我自己也是客家人 我猜是還漢癮 可是我講的腔調跟 主委不一樣 主委講的是 我讲的是海鲁 你讲海鲁 跟另外一样 讲海鲁走着 你讲的好多 但是我还用国语好了 主委我们其实 有很多新住民 其实也是客家人 我想主委应该也知道 像泰国的马来西亚 我来自于马来西亚 我来自马来西亚 我从小也讲客家话 还有印尼真的很多 我有很多的新住民姐妹 来自印尼 其实我们在聚会的时候 我们都讲客家话 所以我们有很多 客委会的活动 其实可以结合新住民 让他们来到台湾 更有这个家的感觉 所以我在想说 像我们的计划里面 其实我们可以 把新住民纳入 我在想说 新住民朋友应该 会更有感觉 主委今天早上一大早 我们就有委员在关心 主委在闭关的这14天 那当然主委 是为了让大家安心 才会说做这个 自主健康管理 其实您真的是不需要 那当然这是一个 很负责的一个态度 那当然在我们的 部会首长里面 主委您是第一位 就是闭关14天的 首长嘛 我想说 目前我们的疫情 能走到怎么样 其实我们是无法预料 所以提前部署很重要 那尤其是主委 您曾经有过 这14天闭关的经验 而且这14天 据本席了解 您其实是 这个工作是不间断的 是的 我在想这当中 应该可以提供 给我们的行政单位 或者是我们立法院 一个很好的一个经验 比如说在闭关的时候 我们可以有怎么样的 SOP的一个方式 我在想主委这边 应该就很有经验 因为连我们小小的 委员办公室 前几天 其实我们也提了一些 万一真的哪天 真的需要远去 这个工作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做 我在想说 主委这14天 你有没有想过说 万一哪天 真的有这种状况的话 客委会要如何进行 这个远去这个通话 或者是工作的 SOP的流程 有没有想过 谢谢这个罗伊 第一个就是说 因为当澳洲 那个音乐家确诊之后 我们马上进行一个 叫风险评估 客委会本身就来做 这个风险评估 就是因为刚好 我们跟各个澳洲音乐家 这中间 有跟澳洲音乐家接触 有四个人 参加了我们三月一号到二号 在美农办的一个参访的活动 我了解 该主委刚才有提到 你们评估过 其实您是不需要的 对 对那万一说哪天 有一个突发状况 像环保署的那种状况的话 那你们的 你们这种状况 是会想要怎么处理呢 因为我觉得好像 在单位到目前为止 好像也没有一个明确的 一个方案出来 说万一以后 真的有需要 大家该怎么做 好像都没有 因为我在想说 主委你有过这14天的隔离经验 你应该可以提供一些经验给大家 我们简单说明一下 好吗 因为后面还有很多一点 第一个 就我们简单 我们现在已经有两个办公室 有一个备用的办公室 就异地办公 所以一旦有进入居家隔离的时候 就可以启动 是 所以你目前其实已经有在部署了 有有在部署 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 我们现在会议呢 大型的会议尽量取消 是 那么用小型会议 甚至我们有一部分 已经开始用视讯在开会了 OK 所以目前就是已经有在 有在 我们已经有用视讯在开会 所以不管你在居家也好 或者是在办公室 不同的办公室 有一些 有一些事情 我们已经用 视讯是应该是要 应该是必然的 因为我们前几天 我们办公室就已经有做过这个实验 就是说如何用视讯的方式来上班 这种方式 对 OK好 谢谢主委 那班主委有提到 说就是因为目前这状况 有很多的活动 其实是取消了 我看来看 我们客委会 其实有将近80个 国内外的活动都停止了 像这种状况的话 会不会影响说 影响到我们的预算的这个执行 那甚至有些 他有履约的这个问题 以后会不会有一些争议 目前会有碰到这种状况吗 我们看状况 就是说比如说像童花季 那么现在这个费用还没发生 所以这个停掉 那个就现在预算 将来还是可以 疫情比较缓和之后 想要办相关的类似的 艺文活动或者是相关的活动 还是可以运用在这笔预算 因为我看有些是延期 有些是停止 因为这两种方式 停止就是不办的意思 停止就是不办 对所以影响到这个旅乐的问题呢 不办的话就是说有可能 比如说我们有一场音乐会 音乐剧叫蓝彩霞的春天 在戏曲中心要演出 票其实卖的还不错 卖票的 但是我们考虑到还是说 不宜这么多 将近上千人的这样一个音乐会 那么所以劝导取消 但是他们已经投入了 非常多的 这个人 所以像这些 已经发生的必要的费用 我们会补贴他们 这部分我们客委会 还是会补贴 对我们全 我在想以后 因为我在想说 有这么多的活动取消 我在想以后的分争 可能会蛮多 只是还没有浮现出来 我们事前都有 都有沟通过了 都已经有沟通过了 包括有一个团队要 四月底要出国去 一个洛杉矶去做表演 那么他们也已经 投入了很多的准备 但是我们劝他 还是不要去 所以这里面 已经发生的费用 这全部是我们来 我想现在的非常时期 应该很多人 都可以去理解这个部分 那当然这部分就希望说 客委会这边 好好的来做处理 那再来呢 就刚刚也很多委员在关心 就是我们这个 浪漫客APP的这个议题 那我知道说 当初我们是花了 一千万来建设这个APP 那主委您之前有提过 我说希望能够增加 三千五百万的这个产值 那像这产值的评估 您是如何去做评估 因为我们所看到 就是说 到目前为止 我们也没有看到 一个效益的 这个说明出来 对 那这三千五百万的 这个产值是指一年吗 还是多久 你的时辰是多久 原则上是希望一年 但是目前为止 坦白讲也还没达到这个目的 因为一个旅游的一个APP 那么其实它是要今年累积的 包括它的资讯 而且 它要累积到 就是说 这个不只是客装 因为你光一个客装 你要吸引这个 包括国外的旅游的话 还是不够 所以比如说我们在 要跟邻近的 包括原住民地区 甚至说民间的一些 游乐的设施 要从不一样能够结合 那才能够成为一个 完整的旅游的APP 其实浪漫客旅游APP 在网路上 它的所谓的APP的评价里面 它本来是第二名 是 可是我们也没看得到 它的流量 比如说我们点进去看的时候 这个流量我们是看不到 再来讲这种资讯的 这个揭露 应该是要公开的 可是我们也看不到 它的这个流量 我们现在是委托的民间 接触这个APP 有了多少人去下载等等 下载有70万 有这个资讯都有 那是你们内部才知道的资料 其实我们平常是看不到 这个资讯的 这个我们可以揭露 这没有问题 对 那主委 谢谢主委 那再来 主委刚才明一直强调说 希望吸引这个 国内外的这个旅客 那可是我看到这一个 拉曼克APP 其实它并没有英文版 我们是跟国际的合作 比如说跟日本 有吗 它是怎样的方式 就是说它这个APP 只能在国外看得到 不是 还是怎样 国外有国外的旅游APP 其实就是我们 跟这个我们这是一样的 不是一样 不是一样 就是说 像日本 有一家专门做自由型的一个 那个 一个APP 那它是本身就是一个 已经是有相当的客户基础的一个 那跟我们做 做结合 结合 那除了日本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国家 现在目前就只有跟 那这可能要做加强 对 因为我们要吸引国外的这个旅客 当然这就一步一步来了 对 你这个可能欧美啦 东南亚啦等等 你可能都要去做这个 我跟委员报告了 这个结盟是很容易的 但是我们现在做法是这样子 我们接下来可能东南亚 包括马来西亚 这旅游业子 我们有组织的一个叫旅游协会 对有邀请他们的旅行社 先来这边采线 先要了解客家 对客庄的部分 对 先去了解什么叫客家 所以这是一步一步来的 你们是用变通的方式 其实就是没有跟这个APP 做结合嘛 就是你们用另外一种方式 然后再做推广的意思吗 是不是 对 这个是多 那个APP等于说 它是一个虚拟的一个通路嘛 那实体的通路是也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样子他们才会了解 才会有意义啦 就是你要的就是 你到客庄来玩 客庄到底是什么 大家还没有概念 那像他们的话 也没有办法说 利用像国外来的这国际旅客 他并没有办法使用我们的旅游券 那只是对国人嘛 对不对 是这样子吗 国外也可以 国外也可以 也可以 但是呢 他们如何凝聚呢 要能够有机会 download到我们这个APP 因为我们 对啊 可是那个 他们的 他们没有身份证啊 那怎么会去download呢 我们旅行社会帮忙助理 他会做这件事 就是会经由旅行社来做这件事 对对对对 OK 好谢谢主委 按资深谢谢 谢谢罗委员 好我们跟各位委员报告 好这时间算下来 我们会在网美会委员咨询结束的时候 休息五分钟 好那继续请郑天才委员咨询 主席各位委员 还有请主委 请主委 请主委 主委你好 你好 各客委会啊 是 跟原住民主委员会 是 有很多的相互的学习 相互的跟进了 是是 呃在过去 像譬如说客家委员会的成立 是 因为原民会成立了 是 客委会当然更要成立 是 所以 那后来这个 客委委会成立之后 呃原民会当时的办公室啊 都在楼上楼下 我们现在还是楼上楼下 对对 我说一开始成立的时候 对对 那个 后来 你们 客委会啊就提了这个客家电视台 是 呃原民会也马上跟进 啊 也成立这个 这个原住民主电视台 嗯 当然后来的这个 你们叫讲课电台 是 讲课电台 还有原住民主 广播啊 当然这个 这个相关的这些 法律啊 比如说这个原住民族基本法 嗯 啊 这个 这个 客家委员会也提了这个 这个 客家基本法 是 那另外就是 呃三级机关 是 呃这个 这个 客家文化发展中心 是 呃这个 这个我们也 我们本来叫原住民族文化元旗啊 嗯 本来一度要被 因为三级机关的数量啊 嗯 哦 法有明定了 嗯 呃七十个 哦 你们先成立了 这个 这个 改改改制了 嗯 配合这个行政院组织法 我们差一点 变成这个 这个机构啊 嗯 机构 嗯 当然我们后来强烈的 这个 呃 要求之后 嗯 也成立了 这个原住民族文化发展中心 包括 此等的提升 嗯 啊 这个也都是 互相的跟进啊 嗯 那另外就是 这个 这个原住民族文化发展 能力认证 嗯 啊 这个客家委员会也推动 客家语言的 呃 语言能力认证 克语的能力认证 嗯 那当然就是 财团法人 啊 原住民族文化发展 基金会 嗯 你们也成立了这个 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 嗯 当然这个 原住民族文化发展法 通过了 我提的条文 我坚持的条文 原住民主义言是国家语言 客家基本法 马上修正 客家语言 也是国家语言 这个就是我们要互相的来 互相的资源 互相的学习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谈到这个 客家语言跟原住民主义言 在相关的这些 地区 我们的部落 或者是我们的客家的 客家庄 会有相互的 这个 算是重叠吗 还是 当然也各有各的居住 但是同一个村 对 不同的部落 不同的聚落 所以我们在客家基本法 在修正的时候 我们经过这个条文的协调 在第九条里面 特别明定 前项客家文化重点发展期 同为原住民族第七者 由客家委员会 会同原住民族委员会 商定实施方式 因为这个第二项 第九条第二项 对客家文化重点发展期 有特别的规定 所以为了避免 这个 这个失衡 所以 定了这个第三项 这很好的规定 请问一下 现在客家委员会这边 这个 列为客家文化重点发展期 然后同时是在原住民族第七 然后也被原民会列为重点发展的部分 你们协调的 有协调过吗 好 谢谢郑委员的关心 是不是要说明一下 还是还没有进入到那边 还是暂时还不 有没有哪一席 目前是有和平 报告委员 目前有和平泰安关系等几个乡镇 和平 和平整个区吗 还是某个 区 整个区 对 我们重点发展区是以区乡镇来区化 对 泰安 泰安 和平 关西 关西 对 所以那个 南庄还没有 呃 南庄也是有 南庄 南庄这个客家人很多 是 呃我们原住民还算少数 哈哈哈哈 呃那边也是原住民族第七哈 这个我们的原住民的乡亲呢 呃都很会讲客家语啊 呃所以这个呃就是要相互的 呃这个 把客家语言跟原住民族语言啊 哈都能够传承 哈都能够传承 哈这个是一个 怎么样成为一个示范点哈 示范区哈 让这个在其他的地方的哈 也能够成为一个呃 呃学习的地方哈 所以这个部分 所以你们呃 呃在这些区里面 有跟原民会沟通 呃已经在规划中 呃预计今年 会呃跟原民会做沟通 好 对 呃其实在客 呃我刚刚讲的南庄啊 南庄或者是这个 关西 关西对 哈是 客家语言比较优势了 对 比较优势 那在这个 泰安乡哈 泰安乡哈 泰安乡原住民比较优势 原住民 泰亚组 打案哈 呃比较优势哈 对 但是这个 呃那边的 反正客家 客家要去 客家人要去学啊 原住民的语言 好像比较少啦 但是原住民 的人会去学客家语 因为很多客家人 那个像南投啊 那个台东花莲 很多客家人会讲原住民 哦对对啊 因为因为那边是 对啊 台东花莲是 对 原住民比较多了 对啊 比较多 所以是看 看每个 每个地区的状况哈 嗯 所以这个部份 这个确实是 要怎么去 呃 落实这个部分哈 现在是 规划中哈 是很好哈 这个 啊 这个部分要 要继续的去 对啊 呃 谨慎的 好 去推动哈 好 尤其是在客家语言 本来就已经很强势的地方哈 像南庄是很强势哈 是 所以这个部分 你不必担心啊 呃 是是我们 这个赛夏族 那边有赛夏族 对啊 还有泰雅族 对啊 在南庄啊 嗯 事实上他们 呃 会学习这个 客家语言 对对 而且这个学习是 很自然的 是是 因为在部落里 在社区里面 或者说在学校里面 对 学校里面 每天听客家话 当然就会 就会就会了哈 所以反而是要 协助哈 嗯 反而是要协助 嗯 那边的赛夏族 因为赛夏族 人口少 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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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而这个 因为乡长 乡长啊 嗯 是客家人嘛 对 然后这个 呃 基本上老师 会比较多客家人 对 在这个 国小 或者是国中 是 所以这个部分 啊 这个互相的 来扶持 好 这个 我们看这个 客家基本法里面 啊 因地自已实施以客乙 为交协 以言之计划 呃 我会比较 这个 这个 也就刚 研系刚才的 我们刚 比较强调的是 国小 嗯 哦 国中 那事实上啊 这个在 幼儿园啊 嗯 幼儿园很重要 哦 幼儿园 这个部分 这个 现在幼儿园的部分 在 客委会 怎么样去推动 客乙的 那个 那个 学习 那个 政委 我请我们 村处长 来跟 委员报告 呃 委员好 目前幼儿园的推动 大概 呃 有两 大个 类别 就是在 客庄地区 以 呃 客乙的程度 比较好的 这样的一个地区 我们会强力的推动 沉浸式的一个教学方式 也就是以客乙为教学语言 那在其他的 呃 的地区 那我们是推动 客乙生活学校 那目前在全国 客乙生活学校 有一百所的 学校 那另外我们有举办了 幼幼客乙闯 通关的 呃 一个幼儿的 客乙认证的一个计划 每年也有超过万名的这个 幼儿来参与这样的一个 呃 活动 呃 我还是强调就是怎么样去做相互的 这个职业 譬如说 譬如说 譬如说在南庄 南庄是与客家人比较多 所以这个幼儿园 的老师 基本上 大部分是客家人 所以他刻乙的这个 我们鼓励他 讲客乙 都没有关系 但是怎么样让那个 在这样的一个幼儿园的 严明会 当严明会的责任 怎么去主乙的老师也能够去教 这是一个 那 反过来在泰安乡 或者是泰安乡啦 泰安乡来讲 原住民泰安族比较多嘛 那客家人在可能是变少数 所以这个部分怎么去 那个就等于就跟这个苗栗 丹庄那个部分都倒过来 所以这个部分要跟严明会 互相的 互相的合作 好 可以吧 好 谢谢郑委员 我觉得这个构想很好的 我们会朝这方向来努力 好 谢谢 谢谢郑委员 好 谢谢 我们现在请黄世杰委员质询 好 好 主委 还有我们所有委员同仁 我们是不是先请主委 谢谢 请理主委 黄远你好 主委好 我想这个黄火母鱼运动 从1988年以来 已经32年了 那这32年来我们的这个客家化 这客羽的复兴 可以说这个跌跌撞撞 走到现在 看起来有一个很光明的开始 终于我们通过这个客家基本法 跟这个国家语言发展法 让我们这些失语的一代 因为我是1979年出生 这个黄远无语异动开始的时候 还有小学 没有机会享受到 现在的小朋友的机会 享受到这个文明的教学 那么那个时候的社会环境 大概也 连我小时候有一阵子住在中立 道地的客家庄 也没有这个很好的客语环境 街上很少听到客语 那我想这个 所以现在我们来看 就是说 时代的发展 让现在的小朋友 已经有很多的机会 可以去听到跟接触到客语 那我想我们客家电视台 下一页 也做了很多努力 我自己后来回头去学客语的时候 我也常常看这些卡通 就是说让 这个 我们的小朋友很多的机会 来推广 来接受到 用这个客语 在他的生活中 这也是沉浸式教学一部分 沉浸式不是只有在学校里面 自从生活中有多元的管道 都可以来使用客语 除了公共服务之外 那这个我是觉得特别的 有印象 所以特别鼓励一下 谢谢 那么再下一张 那但是我想还有很多的方式 可以来进行 但很多人都会提到 像这个YouTube 上面的很多的这个网红 他们也 在用各种方式 在推广和发扬 最近有一些做法 我觉得蛮有趣的 譬如说 这个小王子 最近出了这个台语版 然后他就让 这个我们的这个民众 他可以手机的QR Code 那么他就可以透过这个 同步 透过音档 来学习 来听这个经典的文学 那我是觉得 我们客语的部分 也可以 想一想 我们可以用类似的方式来推广 那以前有推行过 但是以前年代是用DVD的 所以这个媒介上 可能可以再更新 因为我们现在 网路同步的音声 其实很多这样的资源 我们可以来应用 那么另外 这个现在防疫期间 很多的剧团 也用这个线上 文艺活动的演出的方式 来这个推广 来补充 所以说是不是 我们也能够在 这个客家的艺文团体的部分 也协助他们 用这个方式 在防疫期间 特别是他们现在 因为防疫的关系 很多剧团都很困难 是不是也能够 各位会考虑 在 这个同时推广 这个客家 客语的文化 在生活环境当中 也让这些文艺团体 有一个传习的 这个部分 那周恩 你是不是会考虑一下 的确 那个客家的艺文团队 我们平常本来鼓励他们 到各地方去演出 但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都 这个请他们暂停 那么暂停 刚刚委员讲 这个方式线上 这个我们会来研究 如何来办理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构想 因为我知道 像子风车 他们就有 做这样子好的活动 那我是想到说我们真的很多 这个地方的客家团体 他们也确实 艺文团体 他们也面临同样的困难 那我想各位可以来协助一下 好我们会来研究 看什么如何 谢谢 那我们下一页 这个讲到这个客家 大家大概都想要唱三歌 同样子 不过我们桃园很特别 我们在桃园的这个永安宜港周边 新屋跟观音这边 是这个比较少见的 可以说是全台唯一的沿海的 这个客家聚落 那么 这个地方很特别 它其实客家很超过八成五 但是也有一些闽南人 这个地方我们也很和谐 互相会讲对方的语言 就是台语跟客语都可以通 那么 这边 台湾市政府 他们其实现在很认真在发展 他也很感谢客委会 给我们大力的支持 所以现在有一个 这个海螺文化 这个体验园区 在新建中 那这个体验园区 这个我可能稍微跟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这个海螺的异象呢 因为这个地方以前是先有 这个千古 就是台语讲坎工 客语讲坎工 坎工的这样一个武艺文化 尤其是在50年代非常的兴盛 所以后来才盖了这个永安宜港 那么这个千古是整个村子一起来 对来这个共同进行的活动 他会就是在要出海前 他会吹海螺 那等到网撒好之后呢 是吹海螺 来让全村的人出来 共同的来帮忙协力 来把这个 所以这个地方有一个客家的谚语 叫做 就是只要你靠到绳子 所有的人都可以分到这一次的渔获 是一个互助合作 不分男女老幼族群都可以来共享 这样一个经济活动 那也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取这个海螺的异象 来盖了这个园区 那这个园区可能应急建设夸完整了 是 那但是我在看 好像其实不管地方或是我们中央 对于这个园区盖好之后 就是说它内部要呈现一个什么样的 这个展示 或者说在地的这个特殊的客家文化 好像还没有开始启动 相关的软体的这个计划 那我在地方上我其实一直希望 就是说因为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 这个文化的亮点 对 那在这个海洋客家的捕鱼的 甚至像可能会有鱼鸽啦 或者是说过去的这些文物 还有他们千古的时候 过去有使用的特殊的这个船的打造啦 或者说这个鱼网 要用什么样的染料去染 等等的这一些 其实在地方上还有 当年经历过 这些文化活动 这些经济活动的遗劳 我希望就是说 是不是我们可以在硬体建设的同时 启动就是说 可以把当地的这些文化 跟我们过去的这个经历 它其实同时是一个文化 同时也是过去历史的 构同的记忆 能够呈现出来 因为这个地方 其实有万一港现在是 非常大的光光亮点 在草原 那具克力很强 那如果说我们可以结合这个 还有现在还有 也有在划设这个海洋客家的休闲囊员区 是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是地方创生元年 所以我在想说 这个地方是不是我们需要 系统性的来发展 这样的一个这个客家 客庄的这个重症 那客户过去也注意到了 所以说我们这个沿海 这个与港的客家意向的打造 与这海洋管理都有没有帮忙 是不是请各位会稍微 这个启动一下 那协助地方政府来做这件事情 OK 谢谢这个黄委员的关心 其实那个桃园市政府 已经有在提案 就是说关于内装 以及未来营运的方式 已经有提案过来 那么我们也会全力的来支持 那刚刚委员讲到非常对了 其实这个海洋文化研究 它本身的设计 就是国际级的 所以它本身就是一个 非常大的亮点 那如果有更好的内容的展示 那么会是非常好 那最重要就是说 其实它前面还有观光渔市 还有那个这个永安渔港的老街区 等等做成一些徒步骑过景观区 全部连结起来 相信对未来的这个永安 永安渔港会是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亮点 对我知道说这个硬体建设 本身就已经非常的成功了 但是我希望的是说 在地的文史 跟过去的这个纪录 我们要再挖深一点 对对 譬如说可以拍一个纪录片 是 来了解过去 这个签名 他们的这个社会经济的生活 这个签古的文化 以及我们旁边还有这个实户 也是相当 指定成这个文化资产 是 所以也都是这个区域 这个海洋客家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来源 希望说能够有这样一个软体的这个部分也要重视 不是说只是内装而已 是是 这个东西如果只是单纯包一个设计公司去设计 是是 这个其实没有办法达到我们所希望的 加上它是一个 呃 更加强的一个文化的亮点 那除了发展观光的功能之外 嗯 它也有这个文化保存 是 跟这个历史记忆的功能 连续这个社区 我想这个很重要 好 那 所以办公课会 在作为这个客家文化的主管机关 可能要再协助一下地方政府好 他们的提案让他们更重视这样好 那最后我们再稍微提一下这个 这个振兴跟纾困的发挥 像这个也是今天我们很多人都提到的 是是 因为过去我们发过这个 这个电子票券 是 然后呃 执行的时候也有一些小小问题了 是是 在这个网路塞车啦 还有这个装营上面 那我相信今年会做得更好 不过呢 我要提醒一点 是 就是说 因为现在疫情的转变 是 跟我们二月底 开始构思这个特别预算 对 到时候已经有很大的差别 现在已经全球大流行了 是是 所以呃 地方上也有很多这个呃 产业哦 跟我们在反映说 对 其实像他们更需要是先纾困啦 是是 正新的部分 可能还没有到时机啦 是是 那要等这个疫情过了 或是减缓之后才有可能来做嘛 是 是不是我们科学会这边哦 对 这个业点发挥预算 必须都是正新的部分啦 是 有没有可能移款积极 或者是说 利用一些行政的手段 积极来协助 我们客装的这一些 因为现在都没有观光嘛 其实在偏乡地区 在疫情期间啦 有一些行业哦 其实是逆势成长的哦 当然有 我们估计大概受影响大概五成啦 有五成是受到影响哦 比如说零售业会受到影响 但是呢有一些 有一些行业比如说 露营哦 就逆势成长非常非常的高啦 所以我们会根据不同的需要哦 来来协助 好那我就希望你们加强 掌握情形积极来辅导好不好 好谢谢 好谢谢 谢谢主委 那继续请吴清明委员质讯 好主席啊 每一位我们同仁啊 前我们的呃 客委会我们的李主委 请李主委 来会员你好 啊主委好啊主委 针对我们的啊武汉会员哦 啊我们的防御工作哦 大家都就忙了不可开交哦 啊那本期针对我们这一次哦 我们所所补助的哦 啊前果我们的同花季 那我看本期这边的资料 我们同花季在新北市哦 针对新北市还有台中 还有宇兰还有台东哦 啊啊总共四个县市都停办嘛哦 那对于我们每年多几 多几半的都补助了新北市四百万 那未来我们停办这个经费 我们还有另外的啊另外的活动吗 哎跟委员报告好谢谢委员的关心哦 这笔预算哦就是我们会虽然取消哦 但是如果说地方上哦或者是地方的社团有一些啊 其他的需要在尤其在疫情比较稳定之后哦 那么还是可以哦这个有这个预算可以来使用了 啊另外呢其实我们同花季取消的是比较大型的活动 嗯但是鼓励啊民众到我们客庄地区啊的 把它给大七的喜 TR Four 車子彭都已经 Dr.Af North 我们应该知道我们科学的严会 他的性格在使用山奖模检形成一种 比较稳定之后哦 因为职业祇对公共一样的 治民的иваем式要认为补兵 来医生上这批的时候 那么拯了一下 doc 我们公里有观点说 我们是非常 ó 是的 Growing Our公 Pero 诶近我们是 dieses 这过脸挥兵 你还承诺我们要来设一个客家的纪录 有吗 有 那客家纪录我现在就是针对土城 土城这个地方光是新北社 就将近快要60万的我们客家的族群 那在土城这边的是密度最高 那未来这个客家的纪录所 这个地方我们目前规划了怎样 这个部分要由这个地方上 比如说区公所扩的县市政府提出来 我当时讲的也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去找到土地 找到这个地点来兴建 所以如果有最好是现有的 这个闲置的这个公家机关的一些 不管是宿舍或者是空间也好 拿来做拐招 那些经费预算我们都会全部来支持 所以还是以地方上的需求提出来 但是我希望不要太大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是一个属于比较区域型的聚会所 因为新北市已经有三峡客家文化园区 已经有这么大的一个场馆 其实我们各区的话 有一个小型的聚会所 我认为也是有必要的 因为这个聚会所是有必要性 因为土城这边的人口都是我们客家族群 那我们客家族群的话 我们当初我们也有跟我们地区 我们也有跟他承诺说 未来有适当的地方 我们绝对会潜力来推动 那现在我是拜托我们客委会这边 一定要主动跟新北市的客家事务局 来联系 因为当初也有很多议员 都是我们客家族群的议员 他们都说在市议会 他们都会潜力来推动 那我是比较 比较关心就是我们的客家族群 在土城这边 一定会有一个自己的聚会所 好不好 好 没问题 这个我们会支持 那再来就是我们的客家语言的推广 那这几年客家语言推广 成效也有看到 但是成效看到我们推广的力道还不够 我本期这边手上的资料 我看因为我们的从教育的话 一定要从幼儿园 但是幼儿园我看到新北市 新北市是前果能口 占了我们客家排在第二 苗栗最多 再来就是新北 不是 桃园最多 桃园最多嘛 那桃园最多再来就是新北 那新北幼儿园只有两手 有两班而已 那两班你比例的话 嫌疏太低了吧 那我想说 从幼儿园这边 我们是要 怎样来增加幼儿园的班次 让我们这些客家族群 他们的下一代 都可以来讲这个母语 不然很多一些下一代的 很多都不会讲客家语言 这应该是普遍性 然后早期我跟主委建议 就是有他们上一代的祖母 祖母的话 他们讲华语机会比较少 都是讲客家语 你要怎样去鼓励 他们这些阿公阿嬷 去教导他孙 来来讲这个客家语言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 所以我看到新北市的比例 怎么那么低 才有两班 那两班你在推广的力道 就不强了 谢谢委员关心 你点出这的确是一个问题 也是我们困境 在都会区 你要这个幼儿园 希望他推动 成见式的 那个课语来教学 的确有他相当的一些 挑战性跟难度 所以当然我们还会加强力道 来鼓励幼儿园来申请 因为现在我们大概 还是用鼓励的方法 因为这个牵涉到学校的意愿 如果学校没有意愿 我没有办法强迫他 那甚至我们现在推动一个 在都会区 推动一个就是说 我们正在想弥定一个办法 就全课语的 就是说他可以跨区 这个幼儿园是从教学 进门 生活 游戏 包括吃饭 全部都是使用课语的 来推动这样的东西 然后来这边 怎么样鼓励客家的乡亲 或者是说愿意让小孩子 学课语的 来到这个幼儿园来就读 也在拟定这样一个办法 那刚刚委员点的部分 我们会努力来加强 好 因为我们一些公办的也好 还有私办的也好 就是用奖励的方式 是 相信我们要办了一场活动 办了通话剂也好 就花了那么多钱 对 然后我们就将一些经费 来补助于我们这些幼儿园 是 相信申请的人一定会比例 一定会提高 对 好不好 好 好 那再来咧 再来就是 我们的振兴方案 就是我们的疫情的疏困方案 是 那早期我们推了369的振兴旅游 那效果也是不错 是 因为毕竟现在很多商家 是 都是都惨兮兮 那我们要怎样来振兴 我们这个客家的文化 客家的旅游 还有客家周边的商店 能来振兴 所以我本席这边 是要求 好 刚才也有委员执行 就是用网络 但是 你一定要公开 透明 公正 让民众觉得说 我来申请 我能申请得到 不然 你说 电脑当机也好 还是申请不到的 又会造成一些议员出来 所以设计方面 一定要很妥善 一定要很谨慎 好不好 是的 我们有上次经验 我们这次一定会更用心 一定会避免这个问题 对 因为这次我们要振兴 让我们周边 我们客家 一些商店 他们能来 多多少少 给他们一点补助 不然现在是 整个行业 大家都是 非常的惨 是是 好不好 好 谢谢 好 谢谢主委 谢谢 我们继续请 完美货委员咨询 主席 请我们李主委上台 请李主委 主委 王委员你好 你好 因为我们的单位也很辛苦 我们也在这里也有办客家音乐 也有办很多单位 在你这四年到客家委员会来 是 你曾经到过嘉义市吗 来请主委你回答一下 这个跟委员报告 我每年过去 每年会到嘉义市 最重要的一个 基点就是 那个 一鸣季的时候 一鸣季嘛 过去四年 我也跟委员坦白报告 我大概只去了一次还是两次 因为他跟高雄市 其实都是同一个时间 所以我有时候选择到嘉义去 然后有的时候选择到高雄去 都在同一个时间 因为主委 我才会跟你谈合这个问题 因为我觉得 你做这四年的主委 我们嘉义市 所办的客家活动 我从来没有看过你 从来没有看过 所以在这里 说这些话 不是在批评 是 你也不未来 嘉义市 客家如果办什么活动的时候 欢迎主委来指导 谢谢 在这里 我也介绍 我们嘉义市 嘉义市虽然是没有很多的客家人 但是他赞的 还有一万九千几个的客家人 因为他差不多都在落料理 落料理 是 他现在是一个 做完喻的客家村 是 是 在这里面 我也觉得我们的嘉义市 还到四月时 也会办童话祭 是 是 也在 刚才主委所说的 是 去庙的 我们的移民庙 移民庙 对 拜拜 是 就是在南电楼 一个地方 主委 主委 你知道吗 来 跟老委员报告 我不知道 不知道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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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是怎么说的 因为在 这个桶花剂的时候 嘉义市 是第一个 桶花 开了最早的地方 一般全台灣的地方 差不多是公地 未來都在廟列 大家都知道 但是在家義市 大家不知道家義市 後面開這個花這麼漂亮的地方 我做了一些泡泡園 請主委看一下 主委 這個是家義市在四月的時候 都會辦童話劇 因為包括我們院長 頂鋒的院長 他每一年辦的時候 他都會回到家鄉 這個地方就是在林彥宅 它是蘇聯的地方 但是每年元序 都由家義市政府來辦 再來 所有這就是我們的客家姐妹 說唱歌 你到那裡真的 雖然我不是客家人 不過我對客家人 非常鎮定 尤其他們唱歌的時候 你聽起來非常療癒 所以說主委 希望未來的時候 如果有時間 應酬的時候 跟麻煩都關心 童話劇 主委 在這裡你看 大家都好高興喔 謝謝 尤其我們的童話 那個指示人畫 一二三 灑上去 那時候 你看大家 笑眉眉 主委 你感覺這幾張照片 你有沒有感覺 真的客家 很用心在辦活動 謝謝我們那個王委員 對客家的支持跟關心 我也跟王委員這個報告 下一次有機會 我一定會去 這個 的確非常的有能量 也感謝主委 對家里市的看得到 因為我覺得家里市尤其在 我們家里市有一個 私專婦小的小朋友 國小 他雖然是嘉義大學 管理的 他不說每年 他在唱歌表演說故事 都是用客家語的表演 所以我覺得 在我們這個活動的時候 是非常的努力 每一次辦的時候 都可以在一個小地方 又可以起飲 將近三萬人來參加 所以主委 剛才本席 聽到你看到這裡 本席覺得 時間應俊的時候 你也很願意 到嘉義市來參加 我也覺得 我們希望在我們這個 防疫的時候 很忙 如果可以這麼過程 包括今年也好 明年也好 拜託主委 加拜一個時間 和大家互相 關心一下 好 謝謝 謝謝王委員 謝謝 主委 在這裡 我還要來請教你 一些 我們小孩 所學生的 我覺得說 我們的客家語言 在國小的時候 有規定嗎 國中 沒有規定 國中是 我們現在在歡迎 收過 要111年 就是2022年 8月1號 可以當國中 會強制人 要去聽資料 要去學 在我這裡所了解 自己是 會國中 所經的 完全沒有我們可疑 所以主委 可疑 雖然我不會說 不過我覺得說 客家 人跟人 他們的委員 跟他剛才 收幾個的 立委 跟你們說的時候 雖然我聽不懂 但是我聽起來 好舒服 我也很想要學 所以說 主委 是不是這個 教科書 這裏面 都給他選 選到一個 沒有未來 到111年的時候 我怕 會沒有孩子 他們要選 這個 客儀 因為我覺得說 客儀 就是 我們 民安議 台議 就是像我現在說這樣 客儀 會希望 保準的 不能讓他消失 所以 主委 你如果像我剛才所說的 跟小孩子 都沒有去 找我們這個客儀 你才有什麼 幾位 有什麼 價位 可以當國中生 我覺得雖然我不是客家人 不過我對客儀 很關心 很想要 有什麼 會讓我 加信 你嗎 請主委 你回答一下 謝謝 王委員 這個真的 你 我覺得你對客家人 非常的支持 那麼的確過去 國中 因為有升學的壓力 對 所以呢 這個 學本土語言 尤其是少數的客家語言 都會 比較少 那麼 但是呢 現在12年國教之後 我們鼓勵 那麼各個學校 用校定課程這個科目 這個時間 來 來學習客家化 來學習客家文化 那麼這個是從去年才開始在推動 我相信 這個 而且 申請的學校也越來越多了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12年 那個 那個 國教的那個 那個教定課程 來加強客家語言方面的認識 跟學習 因為 主委 我為什麼要跟你探討一下 是 因為我們有兩三個議員 對 讓孩子在疼什麼 是 我們還不夠的時候 就是 跟孩子去了解 是 去來道工 是 讓他們可以來疼 可以 學習 是 是 主委 是 在這裡 我還要請教 是 我們困困的問題 是 我們頂當108年 是 在有做 有做之後 我感覺說 有的老人 有時候不可以APP 是 不可以申請 是 我們未來 可以做到位 這些旅遊件 可以 我們這些事件 運用到 做到 不然你們覺得說 跟他們家有孩子 可以提供 因為現在有的 孩子都外地去上班 是 是 也不要他的權利 去上市 是 那你們覺得說 這樣 做 還是要怎麼改善 我們這些事件 像 陸料理 這差不多都 事件 住在那裡 比較要怎麼改 可以讓他去申請 可以讓我們的效率 更好 因為我覺得這個問題 我們要去思考 因為東西出來 就是可以有這個效率出來 主委 在這裡 來 主委 謝謝委員的關心 我們下一次錄聊 我們這一次在辦的事前 我們有很多場的說明會 對 我們會特別到 在錄料裡 去辦說明會 好 的確 其實 現在 縱使是老人家 他手上都有智慧型手機 你只有智慧手機 它非常簡單 所以我們會用很清楚的步驟 誤 我也是聽到主委 對自己的 關心 我很感謝 我們也願望 主委未來 多多關心 這一次 好 謝謝 我們休息五分鐘 等一下改變 就是說對火房修建 那我們對文化資產的補助大概 大概有到現在有大概六十幾代 六十五代 文化資產的部分 那其中有包括高雄市的火流的部分 大概現在就有三個 就是廣新鷹業站、邱一生、家長、白馬一家 廣新鷹業站這不算火房 不是,那就是兩個 對對對 就是兩個,現階段這樣 他大概會問整個 聽說是他先生關心這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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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永豐他們家的火房 那個從好久有錢就那個 那家族蓋章,家族有糾紛啊 的 任何 重室 著 voz 雲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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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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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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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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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